小學開學第一天 合併近分教客董合同專案 合併分教長 洪鴻榮 親自來到哈萊大家高校 和合同高校實作合同勤務 因為當時是新生報道第一天 30年二萬幾天 環境廣東在路上集會 提供合同去學校行的安全 也要請洋路人上學科的時間 經過學校要得到注意合同的安全 環境集會 多好幾天 老師 二萬幾天 校長和合併分教長 合併近分教在新學期第一天 電開合同專案 合併分教長 洪鴻榮 特別是 大家和合同 合同 兩所接近家電路和中美路上 重要的路段的學校 新學期除了結束派完為好 學校上學科安全 也希望跟所有人在經過的學校 路段的時候減少萬興 注意學校的安全 今天是開學的第一天 我們河美分局 特別在今天 我們所有轄區的派所同仁 都到各轄區的中小學 來實施互統專案 希望配合這個學校 以及導護志工 由警方來協助 提供給孩童上學的一個 安全的一個環境 我們在每天的上午跟下午 上下學的時段 一定都會派相關的同仁 來加強維護同仁上學的安全 以及放學的安全 也希望我們各個家長 帶小朋友到學校的時候 也能夠注意交通安全 河美分局跟我們的家裡派出所 長期來對大家國小 這個互統專案 讓我們的學生在他們的保護之下 無後顧之憂的每天 安安全全的到學校來上學 那尤其要感謝的是我們的 家長的跟我們學校的 互相的配合 那我想 學校有了我們的警察單位 跟我們的志工組織 跟我們學校的導護系統 構成一個很完善的一個安全網 讓我們的學生上學放學的交通安全 得到一個保障 離開大家國小 黃鴻榮馬上全翁和黨國小視察 彈琳這天對中三十年的小文雄 繼續照顧行程馬上到你都給我們做 希望讓學校每天上學都可以平安 一個樓口 在這裡我也保養 我們這個 最多的時間我們在這裡路過 我們在家長的車廂 可以來萬行 帶小朋友來優先來出禮 合璧經分教跟老師的用心 志工的生心 共當中合璧地区的方向安全做得好 也提供合璧和家長沒有後果自由 新中華新聞港台金 並何必彩虹報道